1993年到1994年前,日本、美国、英国和港台地区的文物市场上,集中出现了一批形制奇特制作文物,且上面明确著有秦宫名文。 当大家被这些意义声光的文物吸引眼球的时候,我国考古界关于秦宫的概念却并不明晰。 人们不禁寇问,他们来自中国的何方?是从博物馆偷盗而来,还是从古墓中盗掘而出?是否还有其他的秦宫文物流失在外? 李县,位于甘肃省南部地区。 上世纪九十年代,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地方忽然间在短时间内鸣声雀起,而原因竟然是因为一场罕见的群体性盗掘古墓。 要想赴瓦古墓,一夜成为万元库。 几乎是所有的男性都上山。 公开化、集团化、专业化这个程度,就是十多个相对吧,五十六个葱。 不同的土层具有不同的文物,如果把这些文物全部拿出来,我们摆在平面上的话,大骨子山可以摆摆。 199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李县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进入大骨子山,开始抢救性的清理发掘被盗掘的墓葬。 有关专家学者根据墓葬的形制,再结合海外流失的文物,认定李县大骨子山两座大墓为秦宫大墓,大骨子山为秦第一陵园西垂陵园。 但是,由于墓葬基本被盗掘一空,没有留下相关的文字信息,所以大墓主人的身份之谜一直困扰着考古界。 这个墓葬从一开始,从二号墓三号墓一发掘以后了,就有人开始讨论这个秦宫,这两座墓的墓主是谁,这个有七八种说法。 大部分人,所有的学者一直公认,那是春秋早期而才是偏早的,那么这个从记载上在一对照,早期偏早的那一段,那个时间段,说死去的那几个过军,那就只有那么几个吧。 有明文记载的是文公相公,那么还有一些学者说,有一些不一定有记载,但是他也可能卖在那了。 我们认为是亲公和亲公,还有处资和献公。 学术界就是这样,你不能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这个,你是不能完全取得完全一致的,但是大家认定他是秦宫是没有问题的,是哪一代的秦宫,在这个问题上有证据。 两千多年的事件疏忽而过,隆东南绵绵无尽,重重叠叠的山丘,却依然是当年的样子。 由于时代古远,史记的缺失,秦人的历史不免被省略。 这些简单又不清晰的记录一直困扰着史学界。 被秦宫为附庸,在西犬丘修筑独一,自秦被分封,一直到灭亡,被称为秦宫的一共有三十位。 有记载,生活在西犬丘的秦宫有五位,分别是庄宫、香宫、文宫、晋宫、宁宫。 大脖子山发现了两座秦宫大墓,埋葬的会是哪两位秦宫呢? 让我们继续从史记中来寻找答案。 秦庄宫迎姓、明齐 公元前821年,秦庄宫率兄弟五人以及周朝兵马七千人,击败西荣。 周宣王封庄宫为西锤大副。 由于秦庄宫在位时,秦还是周王朝的附庸,没有上升到诸侯国的级别。 所以秦庄宫成为大脖子山秦宫大墓主人的可能性,就不攻自破了。 那么两座大墓的主人会是秦湘宫和秦文宫吗? 秦湘宫是秦国的开国之君。 那当然,开国的这个国,这个国需要略加监视。 过去的一些房国也可以成国。 说是房国就是一副有大国的一些小的政治实体,我们也把它叫做国。 但是我们前面一般的家个房子,房国。 那么在秦湘宫之前,秦国就是一个比较小的房国。 公元前778年,秦湘宫继位。 他以敏锐的判断力和战略眼光,大力发展生产,加强武备,并多次击败了全戎的进攻。 秦国得以日益强大。 而当秦国不断向上发展的时候,西周王朝已是日暮屠穷。 荒淫无道的周幽王,魏伯美人包四一笑,不惜烽火系诸侯。 结果被犬戎军队杀死于离山之下。 西周王朝从此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周王朝就搬到了今天的洛阳,就是在地上就形成所谓的东周。 西周从此就消失了,东周开始了。 那么秦湘宫总是在这个时候兴起的。 在周壁全容难,东西洛义时,秦湘宫出兵护送周平王一路到了洛阳。 周平王感念秦湘宫在危机时刻铤而护主, 封秦湘宫为诸侯,赐之其与西之地。 秦国建立,自此秦上升为与其、晋、正等国一样的地位。 秦湘宫就在这个历史打转化的这个关头, 他这个丢一个小黄国,变成西北地区最大的一个驻驻后国。 后来他就率流军队,来这个中复周围的一些对抗性的部署。 他最后死就是死在军流中的。 公元前766年,秦湘宫死在征伐之中,葬于西垂陵远。 温宫是他的儿子,他死了之后温宫就结盘了。 公元前762年,秦门宫从西垂宫率七百人东征。 经甘肃的天水、麦基山、吴寨, 是甘陕交让的陕西凤阁岭,朝域、甘域。 次年进驻千位之会, 及今陕西宝基梅县附近,建立新都。 公元前750年,收编祁山的周朝移民, 领地扩展到祁山。 公元前716年,秦门宫族葬于西垂陵远。 史记的记载言之凿凿, 大补子山秦宫大墓的主人非秦湘宫和秦门宫莫属了。 然而,生活在西全丘的秦国国君还有秦静宫和秦明宫。 那么大墓的主人会不会是这两位秦宫呢? 大部分学者现在是认为是秦宫和秦宫的墓。 其实不同意是秦宫和秦宫的墓, 他们说断丢的那几个国君也是比较靠近的。 因为那个墓藏的规格和出土的那个文武, 因为他不可能往后推。 基于种种原因, 司马迁没有把先秦几位秦宫的深厚事尽数交代清晰。 考古学家们在解析秦宫大墓主人的谜团时, 遇到了重重困难。 大补子山墓地所葬的秦国先祖只有两代, 远凑不够曾居西全丘的秦先祖先宫之术。 是大补子山墓地没有被发掘完, 其余秦宫墓地还未显现, 还是朱代秦先室埋葬在其他墓地? 李宪秦宫墓就是秦第一陵园的观点, 在此受到了质疑。 而确定秦都义西全丘的位置, 就成为了揭开秦宫大墓墓主人身份的关键所在。 考古工作总是具有阶段性的, 你先得把这些东西也得消化, 就是你吃了你得消化, 把它消化完了以后了, 你才能制定一个更加详细的规划来做下一步的工作。 光阴仍然, 大补子山秦宫大墓带给世人的谜团, 在岁月的更迭中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闲暇时分, 李县的百姓最喜欢的娱乐活动莫过于好商一区秦枪。 秦枪是流行于西北地区的一大剧种, 欢快喜悦, 悲愤凄凉, 各种情感在一曲唱枪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秦这个名字, 穿越千年, 深深地融入到了人们的生活当中。 秦国在甘肃东部发展的这段历史, 对于中国华夏文明来讲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 因为秦国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 它实际上是一条纽带, 把这个甘肃地区再扩展一点说就是中国的西北地区, 把它和东原地区把它从文化上, 从经济上, 从政治上, 牢牢地建立了一条牛牛带。 然而早期秦文化在考古界一直寒混不清, 其历史的重要性又决定了它有太多需要考证的地方。 1994年的考古发掘由于当时条件所限, 考古工作一度陷入停止, 直到四年后的1998年才有了进展。 98年的时候又在圆顶山下面又发生了盗绝事件, 但是这个东西万幸的是有两座墓和一个车马坑没有被盗下去, 所以我们98年的时候又对圆顶山的墓葬进行一些强调。 圆顶山位于里县兆平村西北的南河岸, 与高耸独立的大博子山相比, 圆顶山地势平坦。 河南岸广阔的二级台地上散布了许多贵族的墓葬, 拥有极高的考古价值。 但是发掘工作却比预想的要复杂。 首先是安全,因为这么重要的墓葬, 这个肯定是有盗墓分子在这个虎视担担。 所以一般我们当年的发掘的过程当中呢, 帐篷就扎在这个墓葬旁边, 大家就是24小时这个职守。 进行发掘的同时还要担负这个安全保卫的工作。 第二个困难呢,就是因为地下水很高, 出水,就总得去出水。 虽然困难重重, 但是圆顶山的发掘工作还是成果显著。 这里是甘肃省里县博物馆。 里县博物馆的馆藏门屋大部分为圆顶山贵族墓地出土。 圆顶山墓地范围广,跨时长。 墓葬时代因为春秋早期或中期, 具体年代要比大博子山的秦宫墓地时间晚得多。 因为这个墓来级别比较高, 出的同期非常精美, 这是现在我们所见的这个早期秦期里头, 相当精美的一批同期。 铸造的花纹和工艺是非常精良的。 那个秦宫期是非常注重文史的, 就是它上面有些花纹, 而铸造的一种花纹, 那种花纹都有一定的时代性, 内容时代形成这种花纹, 另一个时代它形成另一种花纹。 到这个圆顶山, 那已经是生成冻了, 它的盘回文就比较多了。 盘回文就可以说是 亲一过秦宫期里边的主体性的文文史。 圆顶山墓地和出土的契无证明, 秦人都役东迁之后, 仍有秦国公式贵族流居西垂, 守护着丧子故土上的先祖宗庙和功领祖营。 但是那些能够佐证这里是秦人国都西全秋的证据又在哪儿呢? 从1998年之后, 李宪大脖子山的考古发掘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李宪秦宫大墓有太多的谜团, 等待着专家学者们分析研究。 而这一等就是六年。 2004年, 为了对早期秦文化面貌的研究有进一步的成果, 考古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考古队成立了。 我们联合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国家博物馆, 还有西外大学农航基产学院, 我们这五家单位, 很快就组织了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 很快就进行了西汉水流域的考古调查。 这是我们看到的21号建筑机制的位置图, 这个建筑机制的性质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个富库类的建筑, 就是仓库。 这是大浦山的城池, 这个城池是因山势而形成的一个城, 不是规则形的, 不是长的, 长方形的。 这是城墙。 仓库的发现说明曾经有人居住, 城墙的发现则证明这里曾经有一座城池。 但是与之相比, 最让早期秦文化考古队欣喜的, 是发现了一处汉代皇家的祭祀遗址。 鸾亭山, 位于李县的汉代祭祀遗址, 就是在这里发现的。 这个东西为啥重要呢? 汉书记载, 就是汉代祭天的地方, 就在秦文的西志附近。 志是祭祀天上神灵的地方, 这一祭祀方式在秦时非常盛行。 秦人一共做了五个旨, 最开始的一个旨叫西旨, 时间基本上就是在两周之际, 就是西周和春秋之间。 赵从仓,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 作为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合作单位之一, 主持了西志的发掘工作。 西志的发掘工作。 他发现让秦文化联合考古队的队员们欣喜若狂, 他预示着盘踞在考古界, 关于早期秦文化的众多谜团即将解开。 实际秦本集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秦湘公被封为了诸侯之后, 住在西锤宫, 于是做了智来祭祀白帝神, 杀了马鞠、黄牛、底羊各一个, 作为祭品, 感谢神灵的保佑。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在西山遗址发现智遗迹的地方, 这个遗迹呢, 作为智来看的话呢, 它最集中的一个表现就是有四个一排的买马, 还有这个一个圆坑里面买的牛羊, 另外在它不远的地方,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动物坑, 这个应该是和祭祀能够挂起锤来考虑问题的一个表现。 西智的发现为联合考古队打开了思路, 这个地方可能就是秦都义西全球的位置所在。 紧接着联合考古队就在西山周围展开了考古发掘。 石山平,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的一个, 就是跟早期秦云相关的一个聚落。 这个城里头呢,有这个智记, 就是高规格的祭祀一村的存在, 那么它是一个政治中心。 调查的时候就发现有城, 发觉的时候确认了这个城, 这个城应该在重秋的早期左右的这个城址。 基本上和那个文献里面记载的西全球, 它存在的时间呢, 基本上可以处在一个大的时间段内。 那它就意味着学术界苦苦寻找, 苦苦探求的这个秦的早期城医, 已经被发现了。 经过十多年的苦苦探索, 秦人的国都西全球的位置终于确定了下来。 而李县就是秦人发家崛起的地方, 同时也证明了大博子山确实是秦第一陵远, 西垂陵远。 然而历史总是爱给我们出难题。 几千年前, 秦帝国创造了辉煌的业绩。 几千年后, 当我们解读它的时候, 牵出的却是一个又一个的谜团。 2006年, 考古队又在秦宫大墓的西边二十余米处, 发现了一个祭祀遗址。 它上面是圆形的, 第二是发现的。 周围有一些灰坑, 还有些这个凯就是人记的这个祭祀坑。 这阅西坑一共是有三个博中, 八个泳中, 还有三个铜虎, 以及十个边庆。 能够出土如此精美而又完整的乐器组合, 着实让考古队欣喜万分。 他们不觉而同地想起了 1978年在湖北省隋州 磊谷敦的一座大型墓地中, 也出土了整套的边中。 在边中上, 人们找到多处同样的名闻, 曾侯以作四。 结合历史文献, 考古队员断定, 这位名为乙的墓主人, 正是诸侯国曾国的国君。 大博子山祭祀一致出土的边中上, 也发现了名闻。 秦宫大墓的主人之谜, 也许能从这组乐器上找到答案。 最大的博中, 这个制作是相当精美, 它上面在古的部位来有这个名闻。 秦子作宝和中, 以其三伯全意样样样样样, 秦子敬临在外, 每首万年无家。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 秦子将要继承王位, 为了向天向地, 向世人昭示他继位的合法性, 正统性和不容质疑性, 就铸造了一套边中和三件边驳, 到大博子山来祭祀先祖, 以求得万年无疆。 然而名闻中并没有记载秦子是谁, 这些名闻又给考古界出了一道难题。 事实上, 秦西垂陵区出给学术界的所有难题, 全部可以归结在一个核心问题上, 那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 发生在李县的疯狂盗墓。 大博子山有两座大墓, 它出的东西也可以分成两套, 那么这一套东西究竟是, 一个墓里头出两套东西来, 还是这两个墓葬出了两套东西, 这个我们现在就不知道了, 因为我们已经没有这个位置了, 这只是从有些道教分子的描述来看, 说这个东西是这个墓出的, 那个东西是那个墓出的, 但这好的东西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东西就是你一不知道它就从哪个墓出的, 为啥大家一直在争弄这个大博子山的这个墓葬的这个墓主的问题来, 因为跟这个东西是有直接关系的。 秦宫大墓发现之前, 大博子山时无可一美之处, 1982年, 国内一些著名的考古学家多次考察西垂古地, 路过大博子山时, 都与陵地擦肩而过, 未引起任何人的关注, 已是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只是当成千上万的盗墓者疯狂盗绝之后, 人们才发现大博子山的黄土之下, 竟然深深地掩埋着秦王朝立国前后的一段, 显为人知的辉煌文明史。 现在被盗的车马坑和秦宫大墓的二号墓、 三号墓已经被回填了十几年, 遗址上年年生长着轻轻的东小麦, 无声地诉说着那段曾经辉煌的历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